一想到飛魚就會想到藍魚 從三月開始藍魚雅美族人進入飛魚的季節 部落各家各戶外頭都可以看得到在晒飛魚 不過到了五月來到南澳鄉冬月村 也可以看到家家戶戶在晒飛魚 不過處理的方式與藍魚差很大 除了要去掉飛魚赤和旗之外 接著就要將飛魚整齊排列掛在特製烤炉上 用木頭火燒利用熱氣來烘烤飛魚 每次大約要烘八個小時以上 裡面在烘的過程這邊會有熱氣會散開 會散開散開 主要是這邊開始散散散散散 然後上面是煙會重溫出去 所以我們主要是靠這裡的熱氣 然後魚的部分是 我們會這樣會顛倒 比如說這裡烤好了 我們會再用另一邊這樣子 再仔細與藍魚的飛魚相較起來 冬月飛魚體型比較小 族人表示太大隻的飛魚 需要烘烤太久 会选择大小与手掌差不多 是为了烘烤起来 鱼肉熟度会比较平均 我们因为太大的话 就感觉是说 一般会是样子不好看 一般会太太也不好 不好烘 因为当然要适合它的大小 比较小的话 烘的过程 几乎比较可以平均 如果太大的话 其实烘的效果会有限 泰亚族没有所谓的海洋文化 族人没有出海捕捞飞鱼 而是到临近的分鸟鱼鱼港购买 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表示 因为冬月村距离鱼港近 周边有许多汉人居住 早期部落族人与当地汉人 常常以山产交换海产 也因此引进了飞鱼 冬月村的泰亚族语 称之为Dopio 也就是飞鱼的意思 象征珍贵的祝福 烘烤方式唯一的调味料 就只有盐巴 完成烘烤后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搭配辣椒炒来吃 持着部落独特的风味美食 不一样 它们是晒太阳而已 像我们是用木头 用木头烤的话比较香 要烤过这样子 这个有加什么料吗 没有盐巴 有点像鸡肉 猪肉的感觉 蛮香的 还好吃很下饭 因为你们大概是有腌过 冬月村飞鱼盛产的时间 在五月到六月 平时烤飞鱼很少对外贩售 都是与亲朋好友分享 延续至今 奢举饭鱼协会 也与族人合作套装导览 推广冬月的飞鱼文化 也研发出真空包装 可以让游客带回家 记者UPS56 宜兰南澳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此之后 感谢观看